B一仙人的起床气能有多可怕 老婆叫她起床淡火 她竟诅咒老婆变成骨灰 起床气从双眼化为怒火喷涌而出 瞬间点燃老婆全身 下一秒 漂亮老婆就成了一堆灰烬 成了老光棍才追回墨迹 就在这时 老岳父古生仙人来走亲戚 却迟迟见不到女儿迎接自己 在老岳父再三追问下 B一仙人只能如实相告 讲她的女儿被自己火化了 让老岳父诅咒自己出出气 古生仙人脾气好的不得了 见人死不能复生 竟然原谅了这个女婿 说女婿天生喜欢玩诅咒 希望她可以用诅咒造福事件 B一仙人听后犹如醍醐灌点 在刚才的诅咒之上加了一个赐福 由于老婆的累世善行 理应接触善果 便赐福老婆的骨灰成为果树 为一切生灵提供营养 没多久 老婆的骨灰就生根发芽 寝刻间长大成了一棵香蕉树 B一仙人给她命名为科德里 她的果实将成为普及的必需品 本以为失去老婆的B一仙人脾气 能收敛一些 没想到她变得更加异怒 三界之内没有她不敢诅咒的 这天为了庆祝南方旱灾得到解决 师婆一家在吉罗索举办一场沟火晚会 没多久 众位天神全都闻讯打来 在师婆家的露天阳台在歌在舞 一副热闹非凡的景象 师婆见此情此景 突然想对帕尔瓦蒂迎师一首 哼哈哈哈哈我的啪啪真好看 红红的脸蛋大大的眼 红红的脸蛋大大的眼啊 我的啪啪真好看 正当两口子深情忽妄时 有个大胡子蹬着拖鞋踏旋而来 随着他走进人群 众位天神全都傻眼了 尤其是天地因陀罗 仿佛看到鬼一样 来人正是爱玩诅咒的B一仙人 曾经还诅咒因陀罗失去天地宝座 B一仙人走到前面给师婆打招呼 此刻师婆正现在老婆的美貌无法自拔 被喊了好几句都没听到 B一仙人的暴脾气瞬间上来了 竟然对峙高神师婆夫妻发起诅咒 师婆夫妻如他所愿 立马从吉罗梭消失 在场的众位天神瞬间猛逼 吉罗梭怎么可能没有师婆 老牛男敌找遍了吉罗梭也不见主人身影 之后皮士奴带着众天神来到一处古老的丛林 在这里找到了师婆夫妻 但两人仿佛被弃得反不归真 帕尔瓦帝全身上下都被弃虑了 突起两旁若无人的秀恩爱 扭起央的跳起舞 几乎跳遍了世间所有的舞种 百姨众天神看得是心花怒放 情不自禁地为两人欢呼 这下直接惹怒两人 连师婆的宠物蛇都张大嘴巴表示不满 诅咒我俩来这过二人事件 现在又来打扰是何一途 直接回了老窝 师婆不管不顾 独自坐在秋千上冥想 帕尔瓦帝直接变身摩河加里 要好好教训教训这群天神 张大嘴巴发出失吼疯 百姨众天神真的是头昏脑胀 还好她老公师婆及时醒来 点头示意她温柔一点 摩河加里这才受了暴怒状态 带着质问的口气问他们来这里干嘛 天地因陀罗下的话都说不好吗 好在小巷神家那时站出来替天地解围 表示自己还是个孩子 离不开父母 询问母亲为什么以这种形态吓唬他们 魔科家里嘲讽众神太无知 自己才是终极暴态 这让三岁的家内时和屏幕前的你同样以后 鼓足勇气向家里提问 大天师婆说他是至高犯 大家那主也说是至高犯 也有人讲题是奴是宇宙之主 现在你又说自己是至高存在 那么是不是至高犯有好几个 魔科家里回答至高犯只有一个 他们几人都是至高原理的一种形态 至高原理无形也无形 据于万物之中 无始亦无终 至高原理根据宇宙的需要 以不同形态显现 接下来给众神好好上了一堂大课 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地位 以及石惠母形态 他会根据宇宙的需要 变化出相应的分身 分别是家里 达罗 立三成 万有母 卫部母 烟女 面父母 魔藤吉 莲花女 以及无首母 石惠母每一种形态都有相应的职责 由于时间关系 咱们明天再细讲石惠母化身 他是印度神话里面的天花板人物 随着他的现身 也拉开了又一版的创世神话 此人正是大师母摩赫加利 他给众位天神讲起了宇宙之初的故事 在一次大劫之后 整个宇宙全部毁灭 至高犯依然无形亦无形的存在 为了创造新宇宙 至高犯成了有形体的摩赫加利 他在一片虚雾中不停跳舞 慢慢跳出了新的宇宙壳 随后摩赫加利从身体分出三股能量球 第一股能量生成了皮士奴和帕尔瓦蒂 第二股则生出师婆和婆罗士法底 最后一个诞生梵天和拉克什米 摩赫加利给三对兄妹配了亲 等到时机成熟 拉克什米会嫁给皮士奴当老婆 帕尔瓦蒂则和师婆成两口子 而婆罗士法底将与范天结为夫妇 给他们讲了各自的力量和使命之后 三股能量又化成彩色烟雾飘回加利体内 摩赫加利干完这些活 已经累得满头大汗 他的汗水滴落在浩瀚的宇宙 化为最初的乳海 而皮士奴则躺在万米射沙盘城的蛇床上 一直漂浮在乳海睡觉 也不知过了多久 从他的肚气长了一枝莲花 开出五个头颅的范天 这个阶段宇宙只有无边无际的乳海 没有一块陆地和生命 为了叫醒皮士奴给新宇宙装修和保养 摩赫加利决定制造一场混乱 他变为幻力女神出现在乳海上方 从皮士奴耳朵掏出两颗耳屎 耳屎与乳海融合形成一颗水球 一路飘到幻力女神面前 女神用手发出神光 直接将两颗耳屎变为圆形 成了原始阿修罗 取名为魔徒和盖塔巴 幻力女神让他们去挑战皮士奴 阿修罗的本性就是争强好胜巧地盘 这样的任务简直让他们乐开怀 两人一路北飘 来到皮士奴附近 发现有个长在空中的莲花宝座 上面坐着垂垂老蚁的白胡子老汉 便想夺了宝座 就不用每天游泳沾满盐子了 两人见梵天柔弱可欺 就提着八米大刀冲了上去 眼看梵天要挨揍 皮士奴睁开双眼 往上一瞅 就有两股雷电从天而降 纷纷击中魔徒和盖塔巴 两兄弟瞬间掉进入海 等他们浮出海平面 叫嚣着要宰了皮士奴 搞出两个大火球扔了过去 准备将皮士奴就地火化 皮士奴小锤一板 轻轻松松把火球敲了回去 阿修罗兄弟俩自食恶果 没挡住反弹回来的火球 直接被弹飞震碎 成了渣渣回炉重造 但他们出自皮士奴的身体 又得到磨合磨叶的神力加持 有着不死之身 竟然重新融合 生成一个巨型双头怪 皮士奴手持双刀 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 双头怪被隔空劈开 但他自带修复功能 下一秒就重新粘合 之后不断喷吐大火球 皮士奴用神功应对 射出箭矢不但削了火球 还将双头怪一箭穿星 再一次炸成渣渣 皮士奴本以为解决了麻烦 准备回去葛优堂 没成想磨涂和盖他爸又复活了 接下来皮士奴祭出各种杀招 无论是锤碎 火烤 AP 还是淹死冰冻 就连大蛇射杀喷出毒液 既出化学攻击也全然无用 每一次他们都能顺利复活 而且变得越来越强 越来越有经验 皮士奴就这样不眠不休 一直输出 胖走阿修罗一万年 逐渐露出疲态 范天顿感不妙 但自己又没有占领 只能不断歌颂摩合家里 祈祷家里帮忙解决问题 摩合家里十分满意范天的赞美 再次化为幻力女神出现在战场 夸两个阿修罗实力强大 可以和皮士奴大战这么长时间 你们应该展示自己的大度与权威 以强者的姿态给皮士奴一个赐服 从心理上震慑他 两兄弟觉得有道理 就站在制高点承诺赐皮士奴 皮士奴也毫不客气 立即提出能杀死他们的愿望 这可惊呆了两人 一番思索过后 两兄弟同意赐服 但卡了个bug 讲皮士奴不能在海面上杀掉他们 面对茫茫无际的大海 皮士奴自信满满 只见他将身形无限放大 用神力放出雷电锁 把二十兄弟捆住提到半空 像钟摆一样来回撞击 在互相撞击三百年后 而是兄弟终于被彼此撞死 变为泡沫碎片漂浮在海面 随后又慢慢聚合在一起 但这次再也没能复活 而是成了一块块陆地 有了水和大地之后 接下来便是创造太阳 为生命提供能量 为此 摩赫加里将化身为第二惠母达罗女神 师婆则化身为不动者 达罗女神与不动者在空中结合 他们产生的能量融入海中 成了原始太阳的佩胎 那么他们如何创造的太阳 咱们下集继续 女人提着脑袋怒气冲冲地跑向老公 只想快点和他结合生猴子 两人如同火箭一样窜到宇宙 寒情默默地看着彼此 随后女人身体发出一股股神火 从老公第三只眼进入身体 他们结合产生数以万计的能量球 全都掉落漂浮在海面 原来女人是石惠母中的老二达罗女神 准备和老公弑婆造个太阳出来 达罗女神对着胚胎哈出千年灼气 形成时机暴风 将万千能量胚胎与水融合 仿佛活面般粘在一起 整出一个超大火球 这就是阿底提叶太阳的初始形态 她的职责是发光发热 为宇宙万物提供所需的能量 达罗女神造出太阳之后 就以热胎母的形态住在太阳神界 为太阳神提供热源造福宇宙 有了水 大地和太阳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制造大自然 以便后面各种生命的繁衍 为此 摩赫加里画出了第三惠母历三成 大天化身五面尊师婆形态陪伴左右 立三成往地上扔了一颗竹筒 在地上扎根之后 又从手掌坠下一滴圣水 落入扎根的竹筒中 没多久 地面就生出各种植物 在立三成的神力催动下 植物快速生长 百花盛开 形成无数茂密的森林 生命遍布地球各处 立三成完成使命 就过上了退休生活 时常给信徒送福运 在打好一切基础后 就开始重中之重地造人了 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交给了梵天 梵天造出了达摩 楼陀罗 常在 游喜 婆丽谷 魔丽芝 阿迪里 纳罗陀等一众仙人 然后又从左脚大拇指 生出了达叉 但一群男人 没法互相交流繁衍后来 为了宇宙的生生不息 梵天去请师婆和萨克地的 结合体 伴女士尊帮忙 而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 就是将伴女士尊解体 分离成猿人师婆和猿智萨克地 随着他们的分离 诞生了一男一女两个人类 男人叫魔奴 女子名为百姓 两人生了两子三女 其中小女儿波罗苏迪 嫁给了达叉 生命的繁衍就此正式拉开帷幕 开始生生不息 生主达叉和老婆生了 妻子十三女 而且十三个女儿 全部嫁给了嘉叶波先人 嘉叶波简直牛的一批 和老婆生了一众天神 阿修罗 弹纳婆 钱达婆 罗刹 奈家以及蛇虫鸟兽等 除了人类的三界众生 都是他生的 如果说生主达叉是众生之主 那么嘉叶波可以算是众生之父 自从有了这些不同种类的生命 为了防止大乱动 魔奴家里准备给他们盖房子分家 于是画出了第四惠母万有母 首先送给老苦功高的梵天一个真戒 它是一切层界的至高存在 距离真戒者超脱生死循环 第二个是热戒 住着灵魂与去桥 修为更进一步就可生入真戒 第三个是知戒 住着一群苦修者 接下来大戒 所有的仙人和谋尼都住在这里 他们的力量等同于天神 第五个则是天戒 天神与一切有德者居于此处 之后是空戒 即太阳和其他星球的居住之地 第七个就是天上与地下的分界线 地戒 凡人和其他生灵的居所 除了地上七戒 地下同样也造了七戒 首先是无底戒 所有地方的财富汇聚于此 又名享乐地 接下来是皮陀勒戒 第三层则是至深戒 由阿修罗伯利王掌控管理 第四层为内加戒 也就是蛇类的居所 下面一层住着谭纳婆和达伊提耶 两类阿修罗 最后一层是巴陀勒戒 蛇王婆苏吉居住于此 他托举着所有楼层 是一切层戒的基础 本以为万有母给他们分好家 可以安稳过日子 没想到阿修罗不满住在地下 经常苦修索要次服变强大 然后占领人间和天界 欺负天神胖揍天地鹰陀罗 所以魔喝家里 就有了除暴安良的 其他会母化身